西菩提 白佛言 也就是西菩提向佛陀讲 师尊 博有众生 得闻如是原说章记 生时信不 佛告西菩提 莫做事说 如来灭后 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复者 以此章记 能生信心 以此为时 当知世人 不宜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而众上根 以亦无量千万佛 所众诸上根 文士章句 乃至因恋生 尽信者 西菩提 如来细知续见 是助众生 得如是无量福德 何以故 是助众生 无父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则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何以故 是诸众生 若心取向 既为着我人众生受则 若起法相 既着我人众生受则 何以故 若起非法相 既着我人众生受则 是故 不应其法 不应其非法 亦是亦故 如来常说 你等彼求 知我说法 如法御者 法应上应者 何况非法 这一段 非常的深 你不要小看 你不要小看 这一段 这一段 非常的深 大家很多人 都会诵金刚经 但是这一段 但里面的含义至深 你必须要了解这一段 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你懂得这一段 就不得了了 那我会跟大家细说 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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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 当然不对 但是 其 无相 也是不对 怎么回事 就在这一段 就在这一段 里面 基布提问佛 是怎么问的 释迦牟尼佛 如果有众生 听到了 你所说的 这个章句 会生 实际上的正性吗 实性 就是正性 会生正性吗 释迦牟尼佛 告诉西布提 不要这样子讲 莫作誓言 不要这样子讲 如来灭后 当释迦牟尼佛 言及以后 后 五百岁 以后 释迦牟尼佛 五百年后 有持戒修复者 以此章句 能生信心 以此为实 能够 对 释迦牟尼佛 所讲的 产生的信心 以此为实 这个就是正性 当知世人 要知道这个人 不宜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而种上根 我们遇到佛 就等于种上根了 就是有上根 才会遇到佛 但是你可以 你就是因为 你对这个 实相 非相 你有了这个正性 的话 就等于遇到的 无量千万佛 所种 诸上根 遇到了无量的佛 你只要懂得 实相 非相 而有正性 的话 你就等于是遇到了 无量千万佛 所种 诸上根 你的上根 是非常深厚的 你会遇到千万个佛 文士章句 乃至一念生 尽性者 就是尽性 完全清净的 信仰 完全清净的 信仰 西伏提 如来细知细见 佛都会知道你 都会看见你 也知道你 实相 非相 你懂得实相 上非相 佛都会看到你 而且知道你 细知细见 世之众生 得如是无量无德 这种众生 是他的功德 是无量的 功德是无量的 无量 这福分 跟功德 都是无量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些众生 他没有我相 已经无我了 还有人相 还有人相 人相 这个人 这个相 众生相 撒博世界的众生 受则相 有的人 这个很长寿 有的人很短寿 都不 有的人 是 感谢观看